尾巴 到了以後你就直接告訴她的你的confirmation code 然後告訴她你決定是RV stand by 然後她就會把這個一套程序都告你 好 好 好 我给你这个 你只需要你的手机在前面 然后在背后 还有个资料 还有个车车币 还有个车车币 车车币 还是非常简单的 基本上就跟普通的房车车车车车是一样的 只不过更优点的是 房车已经帮你提好位置 然后你会拿到一个这个单子 好 好了 一场内放松一下 因为有有洞货在这个地方 không再会是 是真的吗 对 对 有些人会说 像这种东西开始了 没有出一个车车 只能让它再继续 好 是有一个速度消毒吗 好 对 枪的时候 准备到几十 这个渡市场 对 有些人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这里 cradle there's people that have been here since summer they stay all through winter oh so that water paper shuts down Yeah no it's always on Oh cool Yeah so this is where we are now so you're just gonna keep going this way come down like this and there are campers there already the guy dropped it off earlier yeah and this is the wifi password the washer code here Is the wifi pretty good? It's not really good but it's all the same everywhere there's also wifi in the cafe which is open 7 a.m. to 3 p.m. every day so yeah the tokens are for the showers here you can purchase them in the office they're a dollar each 这个浴室会高级一点 然后他需要花一块钱买一个 token才可以去 然后 and this one this one's the regular and so these ones the sections closed in the winter and these are the yurts over here so there's washrooms and showers there as well oh so are these ones heated inside are they heated the bathrooms yeah yeah and this one yeah oh okay so what's the difference like between these two there's literally no difference just the token machines they can't get them to work and they can't find anyone that knows that okay and this after hours emergency number if you need anything you check out times here quiet times 11 p.m. to 8 a.m. and if you need anything i'm here until seven o'clock tonight you just give me a call or you can come by okay thank you thanks a lot no problem this game还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这个这个营地和其他 营地不同的是它还是有很多的设备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超市 然后你可以过来买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咖啡 咖啡 area 然后你可以坐这边可以上一下网 他说有些有几个地方的网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就是说你如果你网实在不好 然后就是又想非常想上网可能会来这个地方 我们到时候去看一下就是说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位置的网到底好不好 OK基本上五分钟就搞定了哈 五分钟甚至于不需要 我不太清楚就是说今后会不会有 有一个人会跟你说一下这个房车怎么用哈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用过房车第一次来的话 说这个房车里面会有这个说明书教你怎么用 我们去看一下吧 哇有很多人真的是全年住在这你看这个都已经是搭的很完善了 就是把这当家了 你看那个暖气瓶都没气瓶都有好几个 OK到达我们的房车 哇看着很大 而且他已经帮你撑好了 你看整个这个位置全部弄好了 已经看是不是没有上车 诶果然没有上车 哇直接进来 哇 哇可以可以可以 看钥匙直接就给你放在这 但是虽然有点感觉有点不安全 但是这个房车啊真的是非常新 对于第一次玩房车的人可能会找不到这个开关 基本上就在这个前门的这个就是侧面 一般都有这个所有走空开关了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啊 基本上这是灰水 这这水都没有清干净啊 他这个暖气的开关呢 其实基本上跟你在家里是差不多很多的 基本上也是一个这个在床边上的一个开关 然后你看他这里是一个是fan fan当然是吹冷风 然后呢底下是个裤 当然是开这个直接就是开冷气了 千万不要开啊 然后最后一个呢 他这个跟那个暖气不太一样的呢 它是叫furnace furnace的意思就是火炉嘛 他这个都是烧煤气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把这温度直接调到22度 先让它暖起来 我不太清楚啊 就是说 这可能也是我向他们提的意见之一啊 就是说 在客人到达之前 最好已经把这个暖气开好了 否则的话这个倒人到了以后还是比较冷的 我刚把这个暖气打开一分钟 就已经出了暖气了 非常热 给力啊 刚刚吐槽完 他这个暖气没有给我们开啊 但是他这个冰箱应该还是开着的 能明显摸到这里面 已经已经有小的冰块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什么吃的东西的话 就可以立刻就放在这个冰箱里面 然后呢这个炉子 哎是应该是可以用的 看这个火是立刻能用的 不过这个上面的风吹的有点厉害啊 所以说这个可能这个火有点奇怪哈 啊 不过呢 这个点火方式也跟这个有的每个房子都不太一样 像他这个是先要开煤气 然后呢 你立刻需要点这个火 所以说基本上小朋友尽量不要乱碰 对 你看他是先 先开这个煤气 开煤气以后不会有这个反应 但是已经开始漏煤气了 这时候赶紧点火 哎就点上了 对 我还是很旺的 我们华人还是比较喜欢烧明火的 然后这个烤箱照理说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来我今天就不用了 烧一点热水什么都没有忘记 这个房车大家也看到 基本上就就那么大了 然后呢 这一块区域 虽说现在是看的是 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等会是可以 呃 变成一个沙发床的 可能是这个 对 反正这个要么就是沙发 那要么就是这个是可以变成一个沙发床的 然后呢 这里你看到 这里有两个还挺宽敞的两个床铺 对 上下都有 这个呢 一般就是给小朋友住的 让我们就是成人也可以 我觉得挤一挤 甚至于一个铺上能睡两个人 都没有问题 然后你看 其实我挺喜欢睡这种 就是矮矮的小床铺的感觉 还是非常有这种安全感 对 然后大家看这个厕所哈 厕所基本上就这样了 对 还是比较宽敞的 去过日本的都知道 这个 这个 这种宽敞程度 在日本已经算是豪华 豪华住所了哈 最后来我们介绍这个主卧 看一下这个主卧 对 哇 还是相当大 哎呀 不过呢 这个床还没有给我铺好 说 他们说这等一下 有个人会过来 过来用我铺下床 对 服务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车里还是非常贴心的 给你准备了很多东西 你看这些杯子 羊刷杯 这个塑料的盘子什么的 都是挺多的 刀板的 然后呢我们华人啊 最爱喝热水了 这个热水壶都有 你看 然后清洁用杯 但是呢 既然我已经付了清洁费了 不要弄太脏 基本上清洁问题 交给清洁公司吧 OK 第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希望他们这边有个毯子 好多的话 你看这水踩的 到处都是 因为这个不可能把鞋 拖到外面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放在 放在家里的话 这个就会弄湿 这次我来 这次我来 我要给他们提一个大大的建议 我发现我的那个灰水 我的灰水和黑水箱 基本上是已经是 四分之三的满了 就是说已经差不多快满了 那如果说 就像我的话 我还会看一下 如果说不太懂房车 怎么玩的话 可能就这个 就会溢出来了 哇 里面还是很舒服的 暖气开了 还是可以 OK 明天感觉到 基本上是这几个出风口出风 但是啊 发现地板特别热 这个还是很舒服的 真的 然后呢 这个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滑雪者来说 基本上就是有 晚上有一个睡觉的地方 然后再加上 能把自己的装备都能够烘干 那就是不错的地方 哎 再上个网 网速一般吧 还行 我给大家看啊 这里写了一段 这边的Internet的确不是很好用 只能看看Facebook 收收Email之类的 哎呀 这梯子我感觉挺激烈 像我这种 直接就翻上去了 哎呀 OK 我觉得两个小情侣的话 睡在这上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床已经比较宽的 而且呢 如果需要Privacy的话 还是不错的 真的 就是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然后这底下这个也是有窗帘 可以拉上的 其实我还是挺愿意睡这上下铺的 有一种 就是小时候坐火车的那种安全感 然后呢 下床也不会很困难 就直接这么下来 反而这个梯子 我觉得设计有点不符合这个 这是几空追学啊 它这个 这个踩上去还是挺疼的 Steven你这玩着什么鬼啊 烧菜啊 有这么瘦呢 有啊 这是 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 没有 这是佛系 佛系游戏 耐得住性子才能玩下去 好吧 现在年轻人真的能玩 住了两天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房车哈 至少这个温度 我觉得是可以可以打的挺高的 反正昨天晚上我们调了22度 真的是有22度的感觉 而且 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脚边 都有一个出风口 也给这个公司一点小建议 就是 让这个每一个房车车主 自己写一个图文并茂的一个 一个介绍 介绍房车的单子 对 这个东西就是说 如果让每个车主来做的话 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不可能让公司来做 因为 因为每个人的房车都不一样 下面一点说到价格这个问题 现在的话 它这个是 一个价格就 就就就 就定死了 就比如说 旺季也是这个价格 淡季也是这样的价格 然后旺季和淡季之间也是这个价格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 可以的话 他们最好还是有个调整 比如说现在的话 如果你两百块钱的价格的话 可能对于酒店来说是没有 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因为现在酒店 便宜的酒店 甚至于一房一厅 两百不到一点就可以住了 旺季的话 当然酒店 维持了酒店 大家也知道 这个 动辄五百以上 这个房车的价格的话 最好也能随着这个而波动 就是说 在淡季的时候 便宜一些 对 在旺季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适当的 加一些价格 话又说回来 就是说可能有些会觉得 这个搞这个房车 可能不看好啊什么的 但是我 我觉得以我的观点 我想说一句 就是 这个房车对于车主来说的话 这个季节本来就是 停在那边就完全不能用的 但是的话 现在的话 有这样一个APP的话 它可以帮你找到一些 这个想租用你房车的人 帮你把Worry Free的情况下 打点这个房车 并且租给这个 客户 如果我是房车厕所的话 本来这个时候 反正都是停在家里 那还不如出去赚点钱呢 现在在在淡季的时候 就是在我不用的时候 能赚一块钱是一块钱 所以说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价格哈 就对于这个价格还是有波动的可能性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这个可以在这个底下留言区回复 然后呢这个我希望这个RV Standby的人也可以看到 总体来说我觉得因为这个企业才开始发展嘛 所以说肯定会有很多这个问题需要改进 从长线来看我觉得还是有前景的 就是我说的嘛 这个RV就是对于客主来说 闲着就是闲着 对不对 然后对于客户来说 这的确是多了一种这个体验方式和多了一个option 就本来你如果酒店订不到就没有了 就那现在还多了几个房车你才可以住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房车的话 一下子能住八个人 那真的是非常可观的 还是希望他们公司好好加油 做他们成功 神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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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